如果救急手轉好算 我轉半天還轉不到想要角度 那我跟大家講一下救急手 你要怎麼看 你才不會暈頭轉向 它的機制是這個樣子的 就是你開啟救急手 你把你的東西 你最好還是正面 先正面面對它 按R鍵之後 不是會看到就是藍色跟紅色嘛 它只會在藍色跟紅色的地方旋轉 就是它只會這樣轉 所以比如說假設你今天 比如說你今天這樣側面轉 然後你現在想像的就是 它應該要照著你的方向旋轉的時候 比如說你想要它那樣正轉的時候就不行 你就要先把它轉到一個正面 然後再這樣轉 然後這樣轉 然後比如說假設你今天 這個變成3D教學了 好 假設你今天想要 你想要斜的接上去的話 比如說你想要這樣斜的接上去 可是它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這樣它就會歪掉 歪掉之後你就會瘋掉 對 躺平也是可以 對 按ZL躺平也是可以 比如說通常最長的就是這樣 然後結果這樣轉半天 這樣會轉半天 你就永遠轉不到你想要的 所以你要先把它 就是轉正 就是它如果是4個角的話 你一定要先讓它4個角的其中一個角 是面對你自己的 然後再去旋轉 這樣子 就是有點像是你拿著一個方的東西 它的旋轉的位置都只會在正面 它不會是在側面 它不會是比如說你今天 左上轉然後它可以那樣 就是它會沒有辦法跟你想像中的一樣 所以就是你只要看 只要讓你要旋轉的方向要對著自己才行 比如說你今天想要這樣轉 就這樣轉 這樣 這樣子 就是各個角度你就都轉得到了 因為你只要不小心斜角轉 之後 你就會整個亂掉 你就會想說 啊搞什麼鬼現在到底要怎麼辦 到底要怎麼辦 怎麼轉 到底要怎麼轉 對對對對對 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這個我已經有概念了 它應該是要 如果覺得我們頻道的影片不錯的話 歡迎訂閱我們開啟小鈴鐺 或是加入肉鋪會員成為肉園來支持肉肉 如果覺得廢話太多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級感謝來支持我們唷